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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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这一张图影片上面东西是课本的 完全课本上在这个课本的这个 这个 182页 一模一样 从课本上抄下来的 我们现在讲 Espot of Second Law 那我们要 Second Law 到底在干什么 由这几件事情 由这几件事情 ok 好我们刚刚有点讲过 Predicting the direction of process 我们设计到算完之后 就可以告诉你 这个process是否可以发生 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我们第二件事情是 establishing condition for equilibrium 所以equilibrium是什么 giving一个系统存在的一个 存在的一个status 如果它不是equilibrium 它会趋近于equilibrium 那什么叫equilibrium 就是在那个status之下 它的entropy可以达到多大 它达到entropy最大的那个state 就是equilibrium 所以根据entropy 我们可以来计算 这个所谓的condition 什么叫做equilibrium condition OK 再来呢 热力学第二定律呢 可以包括我们determine the best theoretical performance of a cycle engine and device 想想我这前面讲的这个例子 我一个turbine 我一个turbine 我一个状况 我现在问 这个turbine最好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OK 最好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那如果你现在开出一个规范来说 我要这turbine做到什么地步 如果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话 OK 那基本上这样子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所以很多发明家 很多发明家 他说他发明了一个什么能量节约的装置 OK 可是你去看一下 有些人热力学第一定律都不合 更不要讲第二定律了 更不要讲第二定律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热力学第二定律 会告诉我们说 promomance of a cycle 我一个cycle 要把heat转换成walk 我efficiency最大可以是多少 OK 我一个cycle 要把能量从低温移到高温去 我的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最大可以是多少 我一个engine 或者一个device 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一个turbine 我最多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这个东西要靠热力学第二定律 来告诉我们 再来呢 evaluating qualitatively the factors that pollutes the attainment of the best theoretical performance level 我们刚刚讲的 这是我们另外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做不到 best performance 因为他有一些factor 那些factor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怎么样来分析 quantatively 怎么样来分析它 那些factor我们都给它一个名字叫什么 有几个人醒着 好 开一题 我们一个热力学 我们从第二定律角来 我们说要来找它最好的performance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找 有一些因素 让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最佳的performance 那些因素我们给它一个统一的名字 那个名字叫什么 那个字是什么 那个字叫什么 那个名词叫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第四个 Second Law的目的 就是说 Evaluating quantitatively the factor that pollutes the attainment of the best theoretical performance level 等一下我们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先介绍这个 那Second Law还有别的 别的这个用途 我Second Law可以来定一个绝对温标 Absolutely temperature 我用Second Law可以定一个 这个 Temperature scale Independent of property of Shermometric substance Shermometric substance 我们前面介绍过 也就是说 对温度反映特别敏感的物质 我用Second Law 我可以定义一个绝对温标 我不用依靠这个物质的 一个相关的东西 我可以有一个概念出来 我可以定义一个温标 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 Developing means for evaluating properties such as U and H in terms of property that are more readily experimentally 所以我要藉由 Shermometric substance 我定义一个东西叫 Entropy 我要把anthropy跟anthropy 我要把anthropy跟anthropy 还有internal energy合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利用它 当作一个工具 让我算出U跟H 事实上这个equation 它的equation就是它 TDS等于DU加上PDV 其实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这是什么 热船 这是什么 Walk 这是什么 internal energy change 所以我们可以用anthropy 这东西来当作一个vehicle 让我们来决定 U跟H 然后跟P跟V 还有T的关系 看到没有 这里T P V OK 然后这个 internal energy是我们要的 anthropy是我们的一个工具 那这个也在哪里呢 在伟大的第十一章那边 我们都会看到这些东西 那我们这边讲了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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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面要讲呢 真正开始讲 second law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讲这个 second law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 这个 我们现在在课本的 我们现在在课本的这个 5.2节 5.2节 Statement of the Second Law 我们到5.2节 这个 这个 Statement Statement of the Second Law second law的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描述的方式 不是只有一个 因为我们看 前面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用途 所以描述它的方式呢 也没有一个 但是呢 我们讲 No single Statement of the Second Law OK 然后呢 我们讲说这个 They are several 我们后面会讲到好几个 They are several alternative Yet Yet Equivalent 他们都是一样的 他们所讲的都是一样的 Formulation of the Second Law OK 我们有几种不同的 不同的说法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那这课本上介绍三种 介绍三种 第一个是 Clausus Statement OK 第二个呢 是 Kathleen Plank Statement 第三个呢 把一个概念抓进来了 Entropy Statement 好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讲 Entropy 是什么 但是 Second Law 我们讲说 我们在这里会提到 Entropy Statement 说什么 所以 这里有三个Statement OK 第一个是 Clausus Statement 第二个是 Kathleen Plank Statement 第三个是 Entropy Statement Clausus Statement 它的Basis 就是能量 以热的形式 只能从高温 传到低温去 反过来不可能 这是 Kathleen Plank Statement 的阻止 切入点是什么 我不可能 把 Heat 百分之百的 变成 Walk OK 把Heat 变成 百分之百的 Walk 所以 Kathleen Statement 基本上 是跟着我们 日常生活上的 经验 是非常吻合的 OK 它只不过 把它解释的 更严谨一点而已 OK 那Kathleen Plank Statement 也是我们 工程上 要回答的 一个问题 我怎么样 能够充分 有效的 利用我的能源 把它转换成 由Heat 的形式 转换成Walk 但是我发现 不可能 100% 我一定会有 肺热 要排除 为什么 那Kathleen Statement 就来讲 这件事情 那我们 能不能证明 这任何一个 Statement 抱歉 都没办法证明 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他可以证明热力学 证明热力学 第二定律 OK 那不知道 要有几个诺贝尔奖 给他 没有人可以证明 因为这是一个 经验的一个显示 没有一个例外 没有一个例外 那我们下面内容 会讲到证明 我们在证明什么 我们在证明 这两个Statement 是Equivalent 这两个Statement 是Equivalent 他们讲的是 同样的 同样的事情 他讲的是 同样的事情 好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 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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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s Statement Close's Statement Close's Statement 切入点 就是从热传的角度 来 从这个Heat Transfer 的角度 来 来切入 那这一句话 我写的这句话 基本上是课本的 在183页中间的 那一句话 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5.2.1下面 它中间那句话 我把它抄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 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把它有几个字 反黑了 OK 那反黑就是 我认为说 这是你要注意的 一件事情 我们看这个Statement 开宗明义 它讲什么 It is impossible 这是一个什么 否定句 OK 这是一个否定句 否定句能不能证明 OK 一个人要你证明他 你爱他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要你证明你不爱他 怎么证明 OK 要不要找例外 OK 所以我们讲 这个首先是 它是一个否定句 它是一个否定句 所以否定句 是不能证明的 所以我讲不能证明 他说什么呢 For any system to operate in such a way that the sole result would be the energy transfer by the heat from a cooler to a hot body 这是Claus Selman 重点是那个impossible 开来出来是告诉你说 基本上从理论上 你就看所有可以证明的 理论都是肯定句 所有可以证明的理论都是肯定句 一个否定句的理论是没有 否定句是没办法去证明它的 因为你只要找到一个例外 就是证明它不对 可是你找不到例外 好 那keep point是什么 the sole result 什么事情呢 你能量 energy transfer by heat from a cooler body to a hot body 这件事情 只发生了这件事 只发生了这件事情 还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这样子是不可能的 这样子是不可能的 所以the sole effect 这也是课本上的字 when a heat transfer from a cooler body to a hot body accurs there must be other effect within the system accomplish the heat transfer surrounding all balls 所以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在你的系统里面 或者在你的环境里面 一定除了这个热传之外 还有别的事情发生 而且对环境或者系统 留下永久的痕迹 OK 留下永久的痕迹 所以这个图基本上要表示什么 我从一个热的物质 能量从热的物质 传到低温的物质 是自动自发的 但是如果我返回来 没有其他任何的影响 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It is impossible for a system to operate in such a way that the sole result would be an energy transfer by heat from a cooler to a hot body 所以这个stament 有几个keyword the sole effect 所以我不是说 能量不能以热的形式 从低温传到高温 我不是说这件事情 不可能发生 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在发生 要不要冷气机怎么做 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要借由别的工具 借由别的方式 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不是一个 sole result 就是唯一的结果 唯一的结果 这个就是 这个是 Clausus statement 这个Clausus statement 再来我们讲的是 Kathleen-Planck statement 我这应该也要标几个重点 我忘记标了 同样一件事情 它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negative statement It is impossible for any system to operate in a thermodynamic cycle operate in a thermodynamic cycle 所以我在讲什么 我现在有一个东西 我现在讲什么 有某个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现在讲 有某个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有这个东西呢 我基本上 我里面的工作流体呢 是operate in a thermodynamic cycle and deliver a night amount of energy by walk to its surroundings OK will receiving energy from by heat transfer from a single thermal reservoir 我等一下 我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再针对这个东西 给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现在我们就让各位知道 什么叫 thermal reservoir 你就可以想象中 一个环境 它可以提供很多的热 给你的系统 但是它的温度不会改变 它也可以接收很多的热 它的温度也不会改变 那个我们就称它为一个 thermal reservoir 所以我们再来讲 Kaverlin Plank-Steeman在说什么 说 It is impossible 否定句 for a system to operate in a thermal dynamic cycle and deliver a night amount of energy by walk to its surrounding will receiving energy by heat transfer from single thermal reservoir 所以就这个图画的 我只从一个 summerizable取热 然后把它转换成功 那我取下来的热是Q cycle 我转换成的功是W cycle 因为我这个里面 operate in a cycle 所以这cycle里面的能量会不会变 不会变 OK 能量不会变 所以我取来的热 百分之百都变成功 所以我的Q cycle 会等于我的W cycle 我的Q cycle会等于我的W cycle 它说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 with a single reservoir 那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 那怎么样的事情才可能发生呢 那我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high temperature的summerizable 那我有一个 low temperature的summerizable 然后我的cycle呢 摆在这个中间 我从这边取热 我这边从这边取热 然后转换成这个 转换成功 然后再排热到低温去 所以我的W cycle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QH 减掉QL OK 能量要平衡 因为我operate in a cycle 所以我的internal energy 我的能量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所有就是一个热的 一个能量的一个平衡 所以我W cycle减掉QH QH等于QH减掉QL 好 那如果Q cycle等于W cycle 这个是一定满足的 因为QH减掉QL 也就是Q cycle 也就是Q cycle 各位晓得这意思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 Kelvin Plunk statement就说了 我不可能有一个系统 有一个机器 它是在Sermodynamic cycle的 operation的状况之下 它从单一的热源取热 转换成功 是不可能的 所以换句话讲 那你必须还有另外一个热源 来接受肺热 OK 有另外一个热源 来接受这个 把这个肺热 可以把它排到 它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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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mal Reserval里面去 这样子才有可能 所以 讲的简单一点 换句话讲 我一个Sysner operate in a thermal dynamic cycle the efficiency could not be 100% OK 因为你一定要有排废热 所以不可能是100% 好 那这个是呢 Kelvin Plunk statement 这两个东西看起来 这两个东西看起来 无关 但是我们可以证明 这两个东西是 Equivalent的 是一致的 你 什么叫做Equivalent 什么叫一致的 你违反了其中的一个 你就违反了另外一个 你违反了Kelvin Plunk statement 你就违反了Kelvin Plunk statement 你违反了Kelvin Plunk statement 你就违反了Kelvin Plunk statement OK 那一般来讲 Kelvin Plunk statement 他所讲的事情 是跟我们日常生活 是一个common sense 大概不会有人跟你吵 但是Kelvin Plunk statement 一定有人跟你吵 OK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定要有 要有一个 Sircon thermalizer来吸热 我才可以做机器 为什么 我可以不要 那很多伟大的发明家 就在发明这种东西 可是他已经违反了 Kelvin Plunk statement 他已经违反了Kelvin Plunk statement 那违反了Kelvin Plunk statement 就等于违反了Kelvin Plunk statement 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设计一个 Efficiency是百分之百的 heat engine 一个系统 Efficiency是百分之百的一个系统 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可以让热从低温到高温去 不对环境造成其他的影响 OK 好 那我们讲到这 当然下面还有一个 下面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Kelvin Plunk statement 有一个analytical form 那这一个式子 就是我们起点 什么起点 我们推导这个entropy的起点 我们推导entropy的起点 是从Kelvin Plunk statement来的 OK 我们上到这